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中国女排通过和土耳其的一战 找回了久违的激情 也队伍收获了信心 通过此役 球队边攻又有了新搭配 那就是张长宁和李盈莹 之前的比赛中 李盈莹搭档过王云露 吴孟杰和朱婷 唯独没有和张长宁并肩作战 此役的第二局局末开始 张长宁被替换上场后 他和李盈莹的组合擦出了火花 一个主攻 一个主手 配合的相得益彰 让拳队的节奏变得流畅 张长宁利用自己出色的基本功 稳住了异传的同时 也解放了李盈莹的压力 让她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进攻当中 就李盈莹搭档过的四名攻守而言 张长宁显然更适配 王云露虽然有一转 但没有进攻 吴孟杰虽然有进攻 但却没有一转 朱婷较为全面 不过 她的异传弧度 并不适合中国女牌所追求的低频 或许是和常年和凋铃羽配合的关系 张长宁的异传弧度更适合凋铃羽发挥 比起王云露的低频 张长宁异传的弧度越高但很舒服 凋铃羽可以很从容地去组织进攻 当异传到位后 凋铃羽二三号为传球灵活的特点就得以展现 且四号位和张长宁之间的配合也更默契 没有像传李盈盈 朱婷那般出现太多的渣网和倒三角的情况 女牌最强的主攻搭配应该算是张长宁和李盈盈 作为中国女牌核心球员的朱婷或许可以尝试打接应 来解决球队二号为进攻乏力的问题 和土耳其的一战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龚翔羽的进攻有些力不从心 扣球效率偏低 不管是掉球还是发力扣球 都很容易被对手放弃 反击过程中 龚翔羽这一点不下球很致命 导致主攻的压力偏大 朱婷曾有过二四号位不换位的经验 二号位的进攻实力还算不错 另外朱婷和李盈盈都属于大主攻 要是让一人去打小主攻 承担六轮一传的话 他们的一传水平还不足以 撑起现在这支队伍的快变体系 既然张长宁在小主攻位置发挥出色 不如就把其焊死在小主攻上 接应人选选择朱婷即可 如此一来 朱婷只要负责三轮一转 减轻后排压力的同时 还能够发挥进攻火力强的特点 反轮上 朱婷也能在四号位发动进攻 解决了因大范围跑动 而遮挡视线的难题 这场球 蔡斌还解锁了吴孟杰的另类用把 那就是单独替换篮网 赛典球正是靠着这个换人 中国队拿下了比赛 吴孟杰曾经打过副攻 且弹跳高度颇佳 当前排篮网高度不足时 换上吴孟杰篮网是球队的首选 当然 吴孟杰替换张长宁篮网 也可以演变成吴孟杰 高毅等人替换凋零与篮网 这样每一位球员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这一次球迷终于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女排精神 面对世界第一的土耳其 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 凭借顽强的防守 以3比2完成了大逆转 除了张长宁之外 还有一大亮点 球迷可以把它当瓦尔加斯使用 那就是上场执行战术发球的小将庄宇山 第四局中国女排24比22的时候 庄宇山被派上场发球 耐得发球环节 场上出现了一点问题 导致很长时间裁判才吹响发球的哨声 如果是换做其他人 肯定大受影响 毕竟这是庄宇山在成年国家队的第一次登场 可是场上的混乱并没有影响到庄宇山的发球 她的发球成功破坏了对手的一转 虽然中国女排没有拿分 但庄宇山起到了她上场的作用 正是因为如此 蔡斌才敢在决胜局 双方13比13的时候 再次派上庄宇山去发球 庄宇山又发了两个好球 帮助中国女排顺利以15比13拿下 庄宇山中国女排的首秀 虽然只发了三个球 但却体现出了她超强的心理素质 庄宇山一直未进国家队的原因 大家都说是因为其身高 庄宇山身为主公 一米八七的身高好像是矮了点 但庄宇山弹跳力强 一动快啊 中国女排如今主公位置上有朱婷 李莹莹 张长宁和吴梦杰 其实已经够了 可不可以让庄宇山试试去打接应 把她当土耳其的瓦尔加斯一样来使用呢 这是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时 球迷在评论区给出的留言 中国女排接应位置上 公祥宇状态起伏不定 又没有一个合格的替补 完全可以试试庄宇山 庄宇山比公祥宇还高一厘米 而且在移动和弹跳方面 也比公祥宇强 说不定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随着中国女排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以及国家联赛总决赛的资格 中国女排主力阵容的任务 已经出色完成 接下来我们大概率会派出部分主力 带替补的阵容 去打泰国举行的总决赛 而且张长宁带队的可能性很大 一个球员的状态要从比赛中衡量 尤其是和顶级球队的较量 所以和土耳其一战 张长宁也算是让蔡斌 拿到了识人善用的名声 现在他唯一的不足 就是比赛打得太少了 而目前对于中国女排奥运阵容的考察 基本上已经结束 从结束的比赛来看 这12加1的球员 可能就是下面这些人 一般情况下 我们奥运阵容都会是 四主攻三副攻二接应 二二传一次游人 今年规则调整 可以再带一个替补 以防止出现伤情 复攻位置上 袁新月和王元怨是铁定的主力 高益虽然一直在场下拍手 但不管是王文涵还是杨寒玉 都很难竞争过他 他也是目前中国女排香港战 唯一一个没有上场的球员 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张长宁那样 成为蔡斌的杀手锏 毕竟由于他没有上场 对手就很难研究他 自由人位置比较难选 倪飞凡还是很不错 我们目前最成功的战术 就是双自由人战术 二选一的话肯定是王孟杰 毕竟山东作为体育大省 还是要占一个名额 另外王孟杰经验丰富 体能充沛 二传位置凋零于主力 替补在丁霞和徐晓婷之间产生 同样的情况 丁霞是体育大省辽宁的代表 如果他被淘汰 辽宁就没人代表参赛 但是丁霞伤情严重 徐晓婷更年轻 身体素质更好 所以这就很难抉择 不过抛开其他因素影响 单从为了成绩来说 徐晓婷更适合 而且更值得培养 因为我们的二船 基本上是两岁一代人 魏秋月 丁霞 姚迪 和凋零鱼每个人都差了两岁 徐晓婷比凋零鱼小了四岁 所以1996年 那批二船其实是断层的 接应位置 功详与主力 现在看来 替补正义心很稳 即便有时候效果一般 但是蔡斌并没有考察其他接应 这也是我们的软肋 主攻位置竞争最激烈 李莹莹 朱婷占两个名额 张长宁铁定要入选 第三个名额 吴孟杰 庄宇山 和王云禄三选一 我们更倾向于吴孟杰 除了年轻 他也积累了经验 朱婷也一直在指导他 至于第十三人 其实选尼非凡还是比较稳 毕竟王孟杰有旧伤 这一点随时可能爆发 大家对这份名单认可吗 对这份名单认可说是比较稳 对这份名单认可说是比较稳